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自我生命任何将要可能发生事情你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宾死经验最大的特点是这个人知道出起了又回到自己身体了 他知道出起了 知道回来 而他出起的时候能看见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人他一PVR 第二 肉胎的自己 对不对 充满欲望的这块烂肉 跟他自己的真实的生命两个分开了 对不对 真实接触了 能看得着 他都知道跟这肉同在的一群人在忙活 他知道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知道他干什么 就这么回事吧 他知道你干什么 你不知道他干嘛 他嚷嚷出不了声 这边听不着 他当然听不着了 这头是用字写的 人那头不用 就像我们说沙朗斯通似的 都奔七十了 那他又有过宾死经验 但他却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神去帮他 所以等到六十八岁的时候他还敢去赤身裸取 去排自己诱人的女人的身体 那就叫性感咯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 在我眼睛里很悲剧的一个概念 就是那一头他知道灵魂的真实 这一头又不忘却自己作为女人诱惑的本钱 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只是跟大家说 那他自己做 自己拍的 公开的照片自己拍的 那他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当你同样去受诱惑的时候 被掩盖的是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 所以欺骗也好 怎么样也好 在真正的环境中都会表达出来 那所谓的新闻是这个层面的定性 所谓的新闻都是每一个人在 在这个特殊的事件相关系的人 在这个环境中 在事件中展现自己对生命的解读 骗子就一定是骗子 就更是骗子 骗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块肉 网友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美国报告说 中国大撒 外交难买人心 这个词是骂人的 骂得最难听的话 哎呦 念的照念不下去了 那难买人心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本身这个词是骂人的 但是用钱去买 用钱去买什么 所以中共的政策就是嫖客 是土包的嫖客 我用钱买你 就是早年那时候说都是山西煤矿的煤矿主 对吧 进了深圳 到了上海滩 我买你 你出个家吧 那女孩说不卖 不相信 你只要露头 你就是卖的 真的是这样 什么叫你要露头 买汽车的 买车磨的 这个女孩去做车磨了 赤身裸体 这来了 这个山西农民来了 开煤矿的 我买你 我不卖 那农民你骗人家 你就是卖的 要不然你不会干这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 所以 这女孩子在男人的眼睛里 这女孩子就是要嫁碼 对吧 我多给你一个零 你卖不卖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 中共的概念 今天习近平的概念就是这个 穿着西服的是流氓 洗澡堂的里头没有 所以 很多人在什么评论说 难买人心 这是美国研究报告 你用研究吗 当毛泽东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印了大开本的金平梅 发给他最贴心的人 后来他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文化大革命 三反无反 那陈毅朱德 其实朱德也是被他杀的应该 对吧 彭德怀这些不都 刘少奇不都被他杀的 那当初他都一人给一本金平梅 这是共产党的根本 所以习近平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所以牢记金平梅的使命 他就用钱买 这叫国家政策 没什么国家不国家 这东西根本不是国家 这就像说中南海 中南海天安门广场 在今天的概念当中 有些有本事的人说 那地方是地狱 都是鬼 那可不是吗 习近平招鬼上身是从天门广场出来的 这个没什么 我觉得就很简单了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这个做法 大家不用吃惊 美国学术智库10号公布了一份 中国公众外交的最新研究报告 习近平上任 外交预算倍增高达600亿人民币 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没有为中国赢得更多的正面形象跟友谊 不可能 没有任何一个人尊重用钱买的 对吧 那你跟人家说好了去嫖客给人一千块牛帘 你给人八百块 那个窑子铺里那打手追着打死你 一个道理 所以中共体制之下没有任何正常人基本人的道义 但他表现出来似乎很很绅士 人穿的衣服都是上万块钱 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办外交 中共外交部的成绩如何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研究所 战略就给打了分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 这个东西叫思路外交 思路外交不就是一带一路的概念 中共与南亚和中亚13个国家的外交投入 从孔子学院到中国文化 一直到一带一路 你看堆积了一大堆 叫跨国经济带 打造中国的软实力 有什么软实力啊 你说有什么软实力 他要真正打造软实力 你就把海南所有那些洗头的洗脚的 按摩的里头 给他装上三艘航空母舰 你看是不是软实力 他实际就是这个 但他不 对吧 他说他们是如何如何 但他的实际背后是这个 那这个东西 到任何人的环境中 都是遭到唾弃的 都是遭到唾弃的 都是被人们视为最下流 最流氓的东西 但是他外表做最好 北京的南城 前三门往南 就是原来说的下九流 大家去的大十烂一 大十烂什么一条二条 他往下走 而那边的老房子修得很漂亮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是不是中共保留四合院 都保留那边的老房子 最有名的就是距离琉璃场不远的寒家坛 而 妓院 那是北京的老北京的妓院区 有八条大胡同 房子盖的老漂亮 就是今天的金钱外交 所以从来他的生命本身从来没改变过 外表的本身无所谓 爷爷的爷爷也是这块肉 爷爷也是这块肉 那生命内在的区别在于他的属性 对吧 爷爷的爷爷那时候穿大袍 爷爷爷穿西服 穿大金 那再是爷爷后来临死前穿的西服 你这辈子穿西服 后来就不知道该穿什么 那都是外的衣服在改变 但他的生命属性 魔就是魔 妖就是妖 所以一切都用了欺骗的手法 胡锦涛末期勇敢向外走 那习近平主政大步往前走 六年外交预算从300亿到600亿 但是呢 花钱的地方人家不买账 95%的金融外交 用在了基建上 只有5%用在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债务减免上 所以这是美国政府 美国的研究机构做出的报告了 我个人觉得就那么回事了 然后他下面提到说 花了很多钱 没让中国在联合国表决时 为自己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 所以人家 这句话是骂人的话 却吻合了中共体制 这些高官们的做法的生命的本质 但是呢在正常人的眼睛里 他们就是神经病 这是今天 中国饶事地撒钱 在别人的眼睛里看的就是不是人 但你知道在西方的社会 家庭的观念 家庭的注重 那种坚守在信仰的背景之下 远远超过于中国人想象 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想 是被党给骗 被党给骗 所以对应着 2019年至少有48名记者被关押 中共国夺得了世界之冠 他怎么骗掩盖一切真相 扼杀一切人性的表达 所以我们说天灭中共就是个 道点必发生 是个时间的问题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